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炒菜之前先把鸡汤炖了 鸡皮用盐搓一搓 把附着袋上面的杂质给搓掉 肚子里面也弄清爽了 清洗干净就可以直接炖了 不用焯水 我们最好是用砂锅来炖 加上一点黄酒 先开大火把水煮开 烧开了之后把上面的浮沫给撇干净 加上几片姜 鸡杂也放进去一起炖 调成最小火盖上盖 慢炖一个半小时 鸡胸肉用来炖汤口感很柴 一般我买鸡肉都会单独给它剔下来 炒得是 这个是新鲜的鸡胸肉 冲洗干净就可以了 加上盐 白胡椒粉 老抽上个色 葱姜水用来补水增香 用干净的时候把鸡肉抓粘 抓粘之后再用玉米淀粉上浆 觉得有点干了 再加上一点葱姜水 抓拌均匀就可以了 口膜像这样切成小块 锅中先倒油 把鸡丁炒熟 鸡丁炒到全部变色就可以了 先盛出备用 剩下的油煸香大蒜和姜粒 小火慢炒 把大蒜炒到像这样起皱皮 再把口膜下锅 觉得油少了 再贴上一点 把蘑菇炒软 调味半上盐 生抽 蚝油 接着鸡丁回锅 翻炒几下 撒上一点黑胡椒粉 这个是我个人的口味 不喜欢你不放 再次翻炒几下 在出锅之前撒上一点葱花 炒匀就可以了 接着来做芹菜炒香干 芹菜像这样斜的切成段 豆腐干切成条 再切上一点红辣椒用来配色 这道菜一定要用猪油来炒 锅要烧热 油温要高 撒上一把蒜末 放上切好的食材 炒的时候速度要快 最好能把锅器爆出 这样才能更香 翻炒片刻来调味 盐 白糖提鲜 鸡精 生抽 继续把调料炒匀 就可以出锅了 最后来做一个蒸茄子 蒸茄子的我经常做 简单又好吃 切好的茄子放上猪油 黄豆酱 香辣酱 或者是有啥酱就放啥酱 不讲究的 撒上盐 本地辣椒 生抽 蒸锅上汽 盖上锅盖 用大火蒸15分钟就可以了 蒸好了之后放蒜末 葱花 再用热油呛一下 这是我们安徽一道土餐 朋友们有机会 一定要试一试 这个时候鸡汤也炖好了 调味放上盐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祖孙已经去头去尾 洗干净了 洗干水分 放进去再烫上几分钟 就可以了 祖孙用来搭配鸡汤 特别的鲜美 好了 我们家开饭了 汁汤来咯 杨紫辰有这个你可穿 好吗 好 尝的 尝的均匀都在里面 你狗也在尝 我没看到你这里面有内脏吗 有 对 大蒜也在尝 大蒜也在尝 大蒜好吃 软软的 嗯 面面的 大蒜炒香 我喜欢这大蒜 你狗也在尝尝 我给你尝尝 我也让整个吃完了 现在大蒜都有点巧 看看看看 切肉满饭好重要 这样 嗯 你给我给我点做 你给我给我 陪这个 石头剪刀布 石头剪刀布 我们两个石头剪刀布 谁赢了4号 我回来一遍 下午就已经倒进了 还剪刀布 你给我说剪刀布的 来来来 给我石头剪刀布 看谁赢了谁就先吃那个 一把啊 我说剪刀 石头剪刀布 石头剪刀 先吃你 你说吧 说的就热乏了 多点啊 给吃下来 好 这汤还是热的 加油 这么多了 那 我们~? 你多说 你怎么会测得 来呀 今天 你会等 你喂我们 咋 near 你店里 店里